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另外一种病毒,就是歧视。 我们知道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全世界各地一些无良媒体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无端的指责以及谴责中国。 当时中国是盛行了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时期,但是到了现在中国疫情基本控制住的时候, 很多新增疫情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所以现在全国又在盛行另外一种种族歧视。 我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到十年,一步都没有踏出过中国国门, 但是他们却在疫情期间被禁止去超市,被禁止上公交,只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尤其是更多的黑人群体,他们开始在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歧视以及指责, 而且很多都是无端的指责。 有可能很多的中国人都不太清楚什么是歧视, 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以及中国的教材里面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行为以及什么样的言语才算是歧视。 但我以我自己的理解,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以个体的过错,去论一个群体的责任, 这就是歧视。 所以我今天把这些问题向大家列出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去重视我们现在身边的问题, 不要再去煽动这些无脑的言论了。 我们能够看到微博上有很多深代大V的博主,深代大V的这些用户, 他们都在宣扬种族歧视的言论。 有一个叫做库丸实验室的公众号, 他们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如何去清理洋垃圾的文章。 但是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些行为都不是外国人做的。 为什么要把这些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呢? 有一两个坏人,这整个就所有的外国人都要被排斥吗? 我真的是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些公众号以及这些媒体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教人们如何恨一个自己今生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人。 国民同胞铺天盖地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言论以及盲目的排外情节, 真的是让我汗颜。 甚至有人在网络上说, 我只讨厌两种人, 一种是种族歧视的人, 另外一种是黑人。 我真的是无语了, 难道不? 没错,是有一些外国人, 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不讲道理, 违法乱计, 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谴责一整个群体, 一整个军族, 而是更好地去完善我们的法律, 压大我们的执法力度, 让每一个坏人在这片国土上都寸步难行, 而让任何一个恶魔成为漏网之鱼,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对于任何一个群体的歧视, 去做一个更有爱的, 更善良, 更正直的, 懂得尊重的人。